大家好 我是林曉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算是講解也不是遊戲之光啦 先說明我是一個中路東方索 今天我來討論的是Undertale的粉絲們 也不是說粉絲是說無腦去崇拜腦粉啦 其實我以前是有看過Undertale 也蠻喜歡他的 就是因為音樂和劇情也是不同音樂 不過因為真的是 他的粉絲真的很喜歡開戰鬧粉啦 所以我就不太會去接觸他 去粉絲 不過我還是會只看比如說XS 那個什麼管他的管他的其他的粉絲 什麼的 總之呢根據我的觀察Undertale的粉絲 他們都是便利我們只用Ut來帶股伴 我不想拉那麼長 Undertale 四個音節 Undertale 好吧就四個音節 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要念對他 而且Ut粉的數值也蠻低的 就是 講到自己的 自己的 喜歡的角色的書就會開始生氣氣 就是那個啊 比如說Sense掛掉啦 然後呢 在 YouTube YouTube 管他我們就簡稱YT YT也是一部影片 導致 因為 一部影片導致呢 東方廚和 Ut的粉絲對抗 不過這也好像 沒有 沒什麼在鬧 沒錯 就是那個 那個 該死的 Treyra 什麼啦 F開頭 那叫Fanske Fans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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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mbol 相機 rom 莫 莫 然後 我們先回到歸整體 我發現 就是有人說 Fanske 有 存檔和 重製能力 如果 沒有 巴雲子 就是 巴雲子一定 嚇得了它 然後 其實我很 我就內在 心裡 就一直想說 WTF principalmente 不是 巴雲子已經在 在神裡面 已經算了 雖然很強 可是也沒有到 我們比如說那幾個嘛 就是 存呼和世紀大人 世紀大人 斷罪 而且 然後呢 他說Fans可有存檔和重製的能力 靠北不跟我們要重複一遍 我想說的是 重製是重製這個世界 並不是重製這個東方世界 存檔是蠻強的 可是呢 你要怎麼打贏小野 請問 當你一個普通的人類 你要怎麼打贏 用怎麼打贏屍體呢 不要扯到 真的不要扯到隔壁棚的舅舅 人家有無敵的白金之星 無敵的替身 很多 很多Youtube粉都會把 二色當作一色 比如說 WDMGast 我們簡稱G 明確像作者沒給他任何設定 可是呢 就一堆粉絲 還呢 一堆粉絲 就給他 一堆 有 就是有 狂熱的粉絲 就幫他加設 設定 然後一群剛入看的 萌新粉 萌新青粉 萌新青粉 因為這只是個理論而已 而有人 有人說 Chara可以打贏 萌新青粉 因為Chara是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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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他是可以 打一刀 九十九 可是呢 東方角色的 都沒有血量啊 就算你一刀 九十九 你也是扣一個 一小小的副卡啊 然後呢 Chara也沒有回到這個遊戲啊 你以為一刀 一刀 九十九 結果是可以回到遊戲 是不是啊 哈 哈 然後呢 所以呢 夏月X5可以完全是打贏 Chara 現在你認為Chara可以贏嗎 然後我覺得最扯的是 有人會把 有些人則是會把 AU扯進來 二色五 二色 如果你扯二色我可以理解 因為你是新人 可是呢 你居然把AU扯進來 哇操 哇操 然後就是AU 不可能當 因為AU本來就是不平衡啊 假設 我可以瞬間 創造一個AU 比如說聖靈夢 聖靈夢啊 如果真的要扯到 同仁的話 AU嘛 或靈夢鬼舞女 本器靈夢 U靈夢 都會在的啦 不過製作 校夜 校夜和Fansker的作者 也也是有補償 就是我剛才說到的 不然就是啊 NONO 那一定要補償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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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莎 摩尼莎 我就是說 摩尼莎 摩尼莎 VS 小王這 這絕對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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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會講英文的原因 嗯 小王 小王只在設定上 完全 玩虐摩尼莎 小王只在設定上 玩虐摩尼莎 我覺得我講不下去了 我們再下集再講吧 可 可惡 我好崩潰了 總之 想要看到我的更 最新的影片呢 歡迎訂閱 也記得按上小鈴鐺 我是林翔 我們下次見 感覺我好像在抄襲 哪一個實況主 我管他的 ちょ 可惡 可惡